晚上好,世界各地的朋友们。感谢您加入我们并允许我们帮助您提高流利程度。请花点时间,在有限的时间内免费分享和订阅。 今晚,我们虚构的故事带我们去洞穴探险。所以躲在被窝里依偎在一起,让我们开始吧。 从前,一队洞穴探险家开始揭开深山中一个未知洞穴的秘密。该团队有两位经验丰富的探洞者Jack和Sarah带领。 他们多年来一直在探索洞穴,并决心成为第一个绘制这个特殊洞穴地图的人。 当他们下到洞穴深处时,他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挑战陡峭的落差,严密的挤压和湍急的地下河。 但在对冒险的渴望和成为第一个绘制洞穴地图的愿望的驱使下,他们继续前进。 山洞穴暗潮湿,队伍只能靠头灯指引方向。他们不得不翻过巨石,穿过狭窄的隧道,但他们决心到达洞穴的尽头。 随着他们越钻越深,洞穴开始发生变化,墙壁变得更光滑,天花板上形成了奇怪的发光的水晶。 团队被洞穴的美丽所惊叹,忍不住停下来欣赏水晶。但他们知道他们必须继续前进,所以他们继续前进。 但是当他们偶然发现一个充满巨型蜘蛛的房间时,他们的旅程发生了危险的转折。 蜘蛛体型巨大,腿有树干那么粗,他们会迅速保卫自己的领地。 杰克和莎拉勇敢地战斗,但敌不过蜘蛛的毒咬。 他们被迫撤退,他们的前进被猪形钢动物阻止了。 但他们的麻烦远未结束,当他们撤退时,发现自己身后跟着一群蝙蝠患有狂犬病的蝙蝠。蝙蝠的叮咬正在感染探险者,他们知道他们必须迅速找到一条离开洞穴的路,否则他们就完蛋了。 杰克和莎拉的团队成员开始感受到狂犬病的症状,他们知道时间不多了。 蜘蛛和蝙蝠紧追不舍,队伍在洞穴中奔跑,寻找出路。 他们偶然发现了一条似乎通向地面的狭窄通道,他们知道,这是他们唯一的机会。 他们一只一只的挤过通道,蝙蝠和蜘蛛紧随其后。 最后,他们出现在阳光下,筋疲力尽,受伤,但还活着。 这个洞穴对他们造成了伤害,但他们为自己的冒险幸存下来并绘制了一个以前从未有人探索过的洞穴而感到自豪。 他们回到了家,他们关于巨型蜘蛛,发光的水晶和患有狂犬病的蝙蝠的故事让所有听过的人都大吃一惊。 他们不得不接受一系列的治疗才能康复,但他们很高兴还活着,并且等不及下一次冒险了。 最后感谢观看请点赞分享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明白,谢谢观看